李旺洋的妹妹李旺玲望着床头哥哥的遗像痛哭不止 李旺洋曾在八九民运中担任湖南公自联主席 先后被当局关押了二十多年 他在湖南邵阳一家医院被人发现因绳结勒脖子而死 邵阳市警方声称他是自杀身亡 然而家属怀疑是他杀 北京时军6月6号清晨在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医院的一个病房里 李旺宁和其丈夫赵宝珠发现李旺洋死亡 其尸体当时被悬吊在病床窗户之上 整个身体僵立貌似李自己上吊自杀身亡 然而其双脚塌地不像一般上吊自杀者是双脚悬空 难以解释其死因存疑 李旺洋死亡消息传出后 香港人极力关注事态的发展 6月7号数以百计的港人游行到香港中联办 高呼民主无罪公运无罪等口号 要求中国政府彻底调查李旺洋的死因 李旺洋六四前夕曾经接受过香港电台的采访 他在采访中控诉了他所受到的折磨和酷刑 据报道李旺洋的妹夫告诉法刑社说 邵阳警方已经同意暂停尸体火化可以做尸检 美国之音记者打电话给湖南省公安厅 但没有人回答